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钓鱼了 钓鱼是斯科特·沃德的休闲方式 它没有任何患癌的危险因素 所以它忽略了脖子上的肿块 直到它再也不能忽略它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更加年轻 更加健康的病人 他们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他们是因为HPV患病的 吸烟和饮酒会导致口腔癌 沃德的癌症是由人乳头状流病毒HPV引起的 通常情况下想到HPV 你就会想到女性宫颈癌 HPV确实会导致宫颈癌 但认为只有女性才需要关注 与HPV相关的癌症是一种误解 HPV最有可能导致宫颈癌和口咽癌 口咽癌影响头部和颈部 沃德的癌症始于扁桃体 但是有一种疫苗已经存在了十多年 可以预防HPV病毒 如果所有的男孩和女孩都接种疫苗 就没有人会因为感染HPV引发癌症了 HPV疫苗最好在儿童发生性行为之前接种 但是青少年和年轻人 仍然可以从疫苗中受益 并不是每个感染病毒的人都会得癌症 HPV只是一个风险因素 沃德的恢复过程很艰难 他接受了手术 放疗和化疗 但现在他已经没有癌症了 这是一个旅程 但是我挺过来了 沃德小时候还没有这种疫苗 但他说如果他有孩子 他会给他们接种疫苗 这是一种预防措施 得去接种 HPV病毒每年还导致50万宫颈癌病例 而这些病例原本是可以预防的 皮尔逊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HPV病毒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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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ə.《急接触》